Hello 各位觀眾,歡迎回來收看 PC Buildings Simulator 送遊戲的6月8日已經剪了紙 看到有觀眾的留言,大概有20-30個 很快就會跟大家看看 誰是最佳的仇人機 有些人連仇人機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到時再解釋,不過應該沒有理會了 好,我們今天繼續看看有什麼新的機器要製作 已經去到第五集,只是去到年頭的1月8日 這些是不是Payment 哦 這些應該已經做完了 In Transit,即是送來 現在我們只是在用GDX 970、980 最好是要用升等級才可以有新的機器 OK,他現在說在送來,我們就要出去吃個T 轉個頭就應該... OK,剛才好像輕了輕 轉個頭就應該有在這裡 PC can boot to OS, PC can play Sail Away The Selling Simulator Sail Away, Sorry,看錯了 應該是一些船 這個就是... PC can boot to 1,500GB的儲存 OK 即是1.5TB OK 要升到4GB RAM 我也想一下,這個系列可不可以教一些人 類似一些教學,有些基礎砌機的常識 好,我們先看看,170元的美金是... 要4GB RAM 現在應該要2GB RAM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很簡單,是不是這一部 其實這些遊戲都不錯 可以講解一下有時候組裝機要注意些什麼 你未必需要是開電腦店 但是... 咦,你的走線走得比較不太好 插這個位置會好一些 第一個大家看到就是... 這間人家組裝的,你看到風扇的線 有很多的情況之下都是沒什麼所謂的 不過... 現在是多少GB RAM? 2GB RAM 我們要先訂一些東西 我們先抬走 但是如果你想這部機器整齊一些 或者有些所謂的... 非客觀的基準,但大家人人都會這樣做 那我就建議大家可以... 留意一下別人怎樣去組裝 這些電腦店 不是,這個甚至是後面沒有風扇 前面也沒有風扇 現在我們又... 我們先插這個 那你看到這些機箱 通常有些HARDISK都會放在... 後面... 這個位置 但是它好像... 這個是多少? 500GB,即是要多加兩個 加一個1TB 看看先... 490元 不是這一部 Need hardest space to prep for movie event After the decade I'm Black Paterbird I'm one of the core team over the movie maniacs The World 55 Website in UK for movie news and review 這個人應該是一些電影寫影評 他說全球排第五十三在英國的... 影評的新聞 或者影評的Web site 他說接下來就會出一個... Highly Anticipate Blockbuster 這個... FCU... 不是Marvel 叫Fondbuster Cinema Universe 他說就Refresh 他想重新再看過以前的電影 Fondbuster Fondbuster 2 第3集 第4集 第4集 Remaster OK 簡單來說 他就說... 他說有所有的Blu-ray 但是他想抄到電腦上 就可以逐格逐格去到分析 但是他現在就不夠位 所以... 就要升級到1.5Git 即是買個1TB就OK 我們看看最後那部 他說想玩一個Selling Simulator 即是... 即是... 帆船的... 那些叫什麼? 模擬器 但是... 但是... 他說... Frame Rate 即FPS就降落了 他用一個Program叫Will It Run 就看看究竟他需要什麼 那部機器才能玩得到 可能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GPU 這部機台分出來,這個要買一個1TB 這部就是需要買多2GB RAM 我們看看這部,先開一開它 我們是不是放好一點,一定要這樣放 它很有趣的 先插一插線 我們可以開一部機看看它的 Program 叫 Real It Run Real It Run 看它說需要升級什麼 看它這張顯卡是有的,但沒有電源接口通常顯卡比較弱 或者可能不夠RAM 先開一開機 不知道它軟件是否有 沒有 那我就要插我的手指 好 好了 Vill It Run 也沒有,Lighting RGB就有 那 Program 在哪裏下載呢?請問 我們看看 I used a program called Real It Run to see whether I need it to SIM for the minimum spec the required recommend spec need a better GPU 應該是它自己已經run 已經分了 Selling My Bold.ml OK 即是升一張卡 我們先看看 先關機 看看它現在的卡 究竟是什麼 四百多元我們都可以買到好卡 四百多元美金 三 三 三 先把這些卡拉出來 怎樣拆 先拆掉這個 然後 RMove 這張卡是R9203G 我們是不是要上網看一看 它有沒有說最少要多少 它有沒有 我又不能上網查 Vill It Run 有沒有可以上網 沒有可以上網 沒有可以上網 PROGRAM 我們再開 看看 它說是 我們還未先插線 可以立即看到東西嗎? HDMI是不行的,VGA是可以的 因為VGA是analog 如果你是... 不是virus 不要in-store-shop 按錯鍵,交叉 先關機 我們購買一部...算吧,我們購買一部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做的 他有什麼不夠的 在他付款的範圍之內 我們都幫他買了 很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 究竟需要什麼 我不是要remove 我們需要一張顯示卡 RAM 他那一條是什麼名字 我都忘記了 隨便吧 這一條 一條卡,20元 加30元運費 現在很聰明,一次過買完 有沒有1TB 如果沒有1TB的話就要買兩個 500GB 看來沒有了 那就加兩個 50元一個 現在都500GB 即是400多元 吃水心 最後就是要加一張Graphic Card 1050 Ti都夠玩了 960 給了一張1050 Ti 其他都是廢卡 也都在我們的預算 而這張漂亮 GeForce MSI 1050 Ti Gaming X 多5元 我們收費 如果你賤一點的話 買一些很便宜的卡 好像我近來的客人還有一間客店 真的很悲慘 這時候在網上檢查檢查就知道什麼了 就是不檢查 買了 買了 命令到明天 我們出去又可以回家下班 10分鐘就下班 Pay Bill Go to work 我們要付 我們要付錢 現在我們手上是有1490元 還沒計算現在收回來的錢 我們先拆一張卡 要 取消後面的護盒 這些有時候可以給你插一些不需要PCI槽的 的卡 例如有時候有些很高階的顯卡 高階的顯卡 有一張正卡 有一張副卡 很帥 這張可以收起來 轉陣 不行 沒有電線 為何不能安裝 來買錯東西 糟糕啦 遺失的地方 它沒有電源不夠力 它應該裝得不錯 我知為什麼 因為要拆這個 它有兩個腦袋 啊,Amagenis 簡直是一個天才 但是他要給電 已經夠電,應該可以了 先關上蓋 現在應該可以了 正路應該給客人錢才買 不過算了 有美國不同的做法 安裝一個駕駛 Yeah 如何是完全不明白 不太明白 差點什麼 蓋都蓋了 啊,我知道 我們留了一塊擋板還沒給他 PCI Lock Cover 要先關機 不可以就這樣裝 很傻 這些應該不能碰電 是這個 YES 好,這部搞定 So easy 接著下一部 這一部是 加RAM RAM RAM 我們之前買了... 用過? 不太明白 我們是不是之前有RAM 如果是這樣就不需要買 給一些二手東西就可以 反正我們都不理會 先拿回去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我們在遊戲中可以久一點 應該還有一條2GB RAM 而且他拿了客人 他不給他零件 黑店的所謂 不過說黑店 如果你是誠實 如果你是跟客人說 這些是二手東西 問你可不可以 拿回二手的價錢 如果是可以 都不算黑 所謂黑的就是 舊零件當新零件去賣 我們要裝一隻手指 玩一玩3DMark 可能我們 skip一 skip 玩3DMark 在遊戲中 他也要假裝在這裏 比較低 快點,come on yes, restart 竟然是Hard Disk 都可以這麼快 為什麼要玩3DMark 在這裏裝 我們轉個頭回來 經過在這裏裝進行之後 終於完成了 十分之高分 Time Spy Extreme 是有2251 1050TX差不多 8個FPS 14.5 差不多 960 960? 不是吧 說i36390 那張不是960 10 他是不是有東西錯了 Anyway 玩到就可以了 真的嗎? 雙檢查一下 我明明買1050TI 為什麼要讀到960 肯定是個 960 我明不明白 名單 隨便吧 玩到就可以了 我不會收貴 買錯零件 我明明點了 1050TI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按了下面 不要緊 960都玩到了 Selling Simulator 客人都分不到 什麼1050TI 960 好,最後這個 加多一個 Hard Disk PASS Storage 咦? 我這樣安裝嗎? 先看吧 Storage 因為我不是還有120GB OK,SSD不需要理會 然後先插電線 記住 SATA Cable Hard Disk SSD 2.5吋SSD M.2 不需要用 這個電源 駁到 Power Supply 即火牛 另外 你也要插 SATA 在底板 這個就是支援數據 要兩條線 才可以 現在應該升級了 先放一塊板上去 可以收錢 今天又要交足 不知道交多少錢 不知道交什麼 不知道交租還是交什麼 總之是有些支援要付 幫我們試一試機 可以收到就可以了 應該也收到 很難收到 在密家文電腦的手上 哪有收到的機器 搞定 對 Leave by the door 看來今集這部影片又完成了 希望大家又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首先要收錢 什麼都是假 電費要給240元 多謝 collect 490元 多謝 還有這個170元 多謝 2,390元 so slow 這些我們不看了 我們今天已經完成了 15 years as you don't aware 10 OK 先不要理他 我們先交電費 96元 耗給你 即給 好 upgrade ok 拿了 加了6元 hope you enjoy your electricity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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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那 很難說 有時候香港大家 理所當然的東西 在外國不是 它真的會減電 我以前在英國讀書就知道 逐到電跟你計 有時候 好搞笑 好 Anyway 今集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準備大家留意一下 Facebook會公佈哪位用家 觀眾可以贏到這個遊戲 希望你贏了之後 可以在這個遊戲中增進知識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這個episode長了20分鐘 我們下集見 拜拜